太子 登 登基 丁位 皇上口谕为何不露 这恐怕是皇上的临终乱命 包拯走近 只见刚刚还健康的皇上 已经变得瘫痪在床 皇上激动地想要抓住包拯 揭开刘娥的真面目 只可惜 刘娥的走狗 不允许包拯惊驾 刘娥也阻拦着皇帝 一直问他到底想说什么 包拯 察觉着周围危机 已经重重包围着他们 正是刘后急着利用真宗中风 口不能言的情势 以皇上的名义令丁位来草召 发动宫廷政变 情势突变 杨文广急着要包围反贼 结果等不到包拯出世 圣旨 看来皇上被挟持了 他们又不能杀进去救驾 否则就成造反了 要是被刘娥反咬一口 杨家也死无葬身之地 只能等包拯的消息 刘娥把笔墨准备好 要皇上吩咐 皇上迟迟不动 因为路易找是他置之告之事 于丁丞相无关 刘娥大怒 放肆 皇上的旨意 他也敢违抗吗 包拯告诉王延灵 让他们 演吧 就快要结束了 刘娥不愧是戏精 抓着皇上的手 一脸感激替灵的样子 明明皇上什么也没说 却自导自演地 让他们看到 是皇上托付给他的 皇上 不要啊 臣妾一个女流之辈 怎么担得起大宋万里江山呢 皇上 皇上 娘娘 皇上要娘娘做什么 在这个时候 娘娘要敢做敢当 不可辜负了皇上的期望啊 皇上 皇上 您放心 臣妾就勉为其难 丁卫 皇上要本宫全军国大事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朕 命刘后 全军国大事于一身 刘娥想要夺权 那还得看陶三春答应 不答应 突然 陶三春带着太子 闯了进来 皇上像是见到 救星一般 主持大局的光环 落到了陶三春的身上 看着太子依偎在自己身边 这让皇上看到了 希望 不能说话的他 竟然 开口了 即便说话不流利 吊着一口气终于说出 让包拯保太子登基的笔照 陶三春怒垂丁卫于当堂 众人纷纷被他的决定 吓得瑟瑟发抖 王延龄上前重新录照 陶三春立刻叫人用玉玺盖章 接着皇上指着刘娥 小太子不明白父皇的意思 以为是要自己孝顺母后 包拯知道 皇上的意思 叫皇上放心吧 一切已经按他的旨意办妥了 皇上听说 一切都控制在包拯手中后 皇帝才放心地散手人臣 刘娥心情很复杂 包拯装作不知情 请皇后和太子同去拱臣殿 扶请太子入计大统 刘娥没有怀疑 跟着前面太子一路走着 突然 刘娥终于察觉到事情不对劲 立刻停下来 观察周围 一切劲得可怕 心里因因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怎么宫门没有金枪般把守 果然 下一秒隐藏在背后的 所有禁军全部出现 将刘娥等人包围了 —《筹政听》——《筹政》 桃出来 我小 inform我们肯定传神 -转给我们抵白小 Рượ П走神 Raw -快快快 快快 快 快 五纹粉回 crypt买 父亲咱看看都不像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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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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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拯大喊 金枪斑 何在 要杨排风等人拿下刘娥 刘娥生气 包拯真是大胆 这是要造反吗 皇上尸骨未寒 他竟然敢发动宫变 包拯看着这个刘娥就生气 指着他的鼻子 让其住嘴 他这个祸乱宫境 唯非作歹 大逆不道的奸妃 宫中的祸患自刘娥而起 宫外的乱症由刘娥而来 自从他这个奸妃 历后以来 奸命群起 朝政不兴 名声凋敝 他就是个祸国殃民的恶贼 今日包拯就要秉承圣名 将他刘娥绳之以法 于是拿出早已拟好的圣旨 刘娥不相信 这个圣旨从何而来 他还真以为皇上不知道他的奸命 他真的以为能够蒙蔽圣聪吗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刘娥算是自偿恶果 将刘娥的罪行大败于天下 自有孽后刘娥 善权乱政 祸乱后宫 着急夺去皇后封号 申宋东士 凌迟处死 亲此 自己看看吧 这甚至是假的 假的 本宫乃是皇后 没有人能够杀我 即便他在 不甘心自己的失败 包拯也已经叫人 将其拿下 同时 欧阳春和展昭姓不辱命 将摩天仇杀死了 终于将一班奸贼 一网打尽 陶三春和陈灵新卫 终于尘埃落定了 荒唐了十几年的朝廷 终于迎来了曙光 包拯也终于完成恩师的嘱托 扣准可以含笑九泉了 刘娥被关押在碧云宫不见天日 陈飞被迎进皇宫 寇朱问陈飞 会怎么处置 刘娥 陈飞回顾过去 在他们逃亡的时候 他没有活下去的希望 在陈州的瓦窑中 他们吃了 被人吃不了苦 收了 别人受不了的罪 那是多少个日日夜夜 他们从万念俱灰到希望重燃 终于他回来了 可是已经没了 力气去报复 也不想再提死这个字 不想再有杀戮 他太累了 其实有的时候陈飞 都想不起 刘娥长什么样子 都对自己 做过什么 只是刘娥这个名字 已经成为生活中 一个具象的东西 要比他本人出现在自己面前 更具象 因为一想到 这个名字 还会感到心惊肉跳